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信 昨晚香港下過些少的趙雨 在雨量分布圖看到 午夜到今早的七點 香港部分地區有些微的雨量錄得 雨勢就不太大 看看今早由中環望出維港兩岸 可以看到天上的雲雖然不少 但雲層不算太厚 在大範圍的衛生影像 我們可以看到 原來高空反應船 正是為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 帶來一些不錯的天氣 這一區的雲量整體都較為鬆散和少 看看各區的氣溫 香港今早早7點的時候 各區氣溫普遍都有29度 天氣都頗熱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的天氣 將會是大致天晴和酷熱 但局部地區會有些趙雨 日間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3度 會吹著和換的西南風 提提大家 預計今日最高的紫外線指數是有12 強度是屬於極高的 大家如果需要長時間戶外逗留 記住要做好防曬措施 小心曬傷 以及預計展望 今個禮拜剩下的時間 都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和炎熱 但局部地區也有些趙雨 留意去到今個禮拜的中期 風勢會是較大 趙雨也會稍為增多 一直聽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